2021年6月19日 香港警方的國安處就在前日 2021年6月17日 出動超過500名警員的人力 去了壹傳媒的大樓 拘捕了5名集團的高層 其中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 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剛 連同集團之下的《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和《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等三間公司 被控案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了《港區國安法》第29條第4 以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159A、159C 案件是今天在西九龍裁判院提堂 五個被告都無需答辯 控方又申請將案件押後到8月13日再訊 以便警方可以進一步調查 當然要包括檢驗早前檢禍的40部電腦 和16個伺服器 被告亦不反對押後 裁判官決定押後在8月13日下午2時半再審訊 而控方反對那兩個人 張劍雄和羅偉剛保釋 說他們如果保釋的話 可能會繼續做出一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辯方要求申請時說不會 但你說不會 警方說會 根據《港區國安法》 所以那兩個人不能保釋 現在控罪說這些三間公司和兩個被告 在2020年7月1日到2021年4月3日期間 即是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在香港和荔枝和其他一班人等 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 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為 現在今早早一早大家都知道他們會去提堂 所以也都在西九龍台每處外面 一早就有一班人排隊上進去聽 超過80個人 很多都是蘋果公司的員工 看樣子 蘋果公司除了一些高層 現在就在監獄之中等候 另外就是他們也都被香港政府凍結了一千八百萬的現金 因此相信這份報紙都不熬得多久 其實香港那些傳媒應該慢慢慢慢 淑清一些受外國勢力影響的傳媒 現在第一個當然是蘋果日報 我相信接下來還有一些傳媒要小心一點 你們以前做過一些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危害香港人的新聞 或者勾結外國勢力 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留 最終都會去到你身上的 所以不做壞事就不用怕 做了壞事就現在有段怕了